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消息没打完就发出去了 是 也不是 希望我的她是能像江雨晨老师一样温暖的人 但我对江雨晨老师就像晚辈对长辈的尊敬 和她说多的话都想鞠躬 所以说 她拒绝了江雨晨是不是 不行 我要再去试试 喂 是 我这样的三流拉也不配去送题给你 只有像您这样的老作家的作品才有资格 不过您那个红音奖获奖之后 还有什么作品获奖啊 估计就是您这样的老作家后继乏地 才会找我们这样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去凑数 算了吧 我可从来没觉得我自己是你亲身的呀 你要是哪天告诉我我是领养来的 我一点都不会意外 我说呢 千年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人 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原来是夏老师和您说了一声啊 您不是怕我去给花质长送品 给您给周再丢脸 听哪 周无情深 你这不是在坑我孩子 是不是坑我呢 那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好害敬你 梦游啊你 我对我家娘娘只敢表面勾腿 废地里吐槽 向您这种当面开火的实在是佩服 你该为你这种偷听的行为啊 感到羞耻 周川老师 你可千万别因为你爸爸的事 耽误了你自己啊 我看你是怕我耽误你吧 你就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 答应送品华智奖吧 骆河神书好不容易卖得这么好 什么荣誉奖金全部都归给发行部了 老苗和梁冲浪 还搞了个什么三十四万九千的数字 来恶心我 为了这件事情我都愚悶了一整天了 阿湘 她每天修改宣传长途 害得她的近视 又多增加了几百度 夏老师也是 明明身体这么差 还每天都这样盯着项目进展 想想 我都觉得好闹心呢 你好好说话啊 一言不合就哭说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总是想哭了 别哭了啊 可能是因为觉得太不公平了吧 为什么功劳全部都给发行部 还我们边境部 什么都没有 好 我看到了你的功劳 只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 我很高兴当初把落合神书签给了你 谢谢你 周辰老师 原来你看到了我的付出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啊 怎么生气也哭 高兴也哭啊 平时不是恨了吧唧 让跟个螃蟹似的 最近怎么这么爱哭啊 那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问 落合神书能不能送去画质奖品奖啊 行吧 你想送就送吧 反正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你功劳最大 勉强让你做回主 好 谢谢周辰老师 不用啊 不哭了 干杯 落合神书大卖 我们都还没来得及一起庆祝 恭喜你成为金字塔最顶尖的作者 你喝慢点 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激动啊 我高兴嘛 既然奖金飞了 那你以后就继续乖乖住在我家的 你是不是只有一套床品啊 再添置一套 你买单吗 你下午还在我怀里哭得离花待雨的 现在就开始惦记我的钱包了是不是 当然了 钱是最重要的 我给落合神书版税 够你买十个床垫 当豌豆公主了 不行 除了买床垫 我还有很多的东西想要去买 比如说什么新衣服啊 新枕头啊 还有再买一个懒人沙发 那我直接给你买套房好了 行了 行了 别喝了 你的酒量啊 以后不许在外面喝酒 我不要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凭什么要管我 我告诉你 我可是海量 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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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你看过来 当万物皆可爱 当万物皆可爱 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I've got a million wise 却说不出来 我的离聚明明一直都在 住到一个礼拜 好像你并不意外 Cuz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I've told you thousand times 全世界并领淘汰 只有你还被我青睐 Cuz when you hold me in your eyes I've never felt so right 昨晚 昨晚吹得好吗 昨晚 昨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吧 应该吧 应该没有吧 好 昨晚我们什么都没发生吧 放心吧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会负责的 我先去上班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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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先去上班了 好 慢点 几点回来 晚上我要吃火锅 他怎么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 好 好尴尬 好尴尬 这臭猴子还真是身在曹英心在汉啊 他几个小时没见 就偷偷跑过来约会了 哪呢 sa坐啊 那边才去上班 咱去上班了 那没发生指的 是我的意思 我看的 是个意思 我只想说 你觉得你自己想自己的 你都没发生我 你怎么都不认识 我会有点 你怎么回事 你陈生虚妇 你怎么没有 我会拐责你 但是 为什么没找周川 我 这种没钱的活动 我找他 他肯定会说 我又在侮辱他了 我还是不要自讨苦吃了 什么活动没有钱啊 但是这件事吧 他迟早还是会知道的 到时候让他发现了 又要觉得你不重视他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你今天 状态好像不太对 怎么一提到周川 躲躲闪闪的 你们之间发生什么 有吗 没有啊 没发生什么 真没发生什么 真的 我们俩之间能发生什么 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个江老师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出来吧 什么话都没淘到 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儿啊 你这么大个子 像个吐蕃鼠一样 上蹿下跳的 你当我瞎呀 你还没瞎呢 我这是詹姆斯帮的躲避技巧 懂懂啊 给我来杯咖啡 我看你是詹姆斯吐蕃鼠 还差不多 都说了 你和初礼到底发生什么了 这条哥以前我跟他聊天 你早就冲进来了 今天反倒躲起来了 谁躲了呀 本特工就是站在那儿休息一会儿 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我 太好了 好什么好啊 书呢 谢了 我说你黄泉歌战到底写的什么故事啊 需要这么多古建筑的书吗 什么题材 等连载了你就知道了 走了 收起你对初礼的狼子野心 老师 老师 我今天要加班到很晚 你跟二狗的晚餐自行解决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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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她想干嘛 今天一天 电话不接 微信不回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我 没有 没有 我这不是在忙工作吗 这么忙 那怎么不出办公室啊 进窝一窝 哪比得上自己的狗窝 你说谁家是狗窝 我 我错了 听说你们最近 搞了个没钱的活动 你找了姜雨晨帮忙 怎么不找我呀 那 那是互动文化节 我这不是想着回家 来跟你当面讨论一下吗 不用讨论 我答应了 就当是你昨晚的补偿 不行 我一定要搞清楚 我 我昨晚 抱你了 亲你了 该 该不会是 你什么都没有干 太Ergant了 我可以当作 什么都没有发烧 那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烧 我先上去休息了 对了 那个不要钱的活动 你一定要帮我 有意思啊 你看着我干吗呀 我知道啊 昨天晚上我就应该 该干吗就干吗 这不是要喝醉了吗 我能怎么办呀 老爸 孩儿不孝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不对 万一我没做呢 算了 算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对 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周末不加班吧 那咱们去买哪个懒人沙发 那咱们去买哪个懒人沙发 怎么了 谁又惹你生气了 别提了 老苗今天让他手下的一个作者 去写他不擅长的题材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个作者叫索恒 我读过他的金歌铁马 人家明明就适合写历史性小说 让他写科幻 这不是杂人事业吗 这 那 他同意了 看他的样子 好像被拒绝了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 你有空在这儿愤愤不平 还不如把晚饭给做好了 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 他选择妥协 怎么 难道还要我表示同情啊 这样的作者大致上比比皆是 你一逮一个准 不然你以为所有的作者 都在写自己喜欢的故事啊 为了讨口饭吃 放弃了自己的坚持 这样的作者 我劝你是别多管闲事啊 现在的天气预报 真是越来越不准了 说好的晴转多云 我看这天气 对 估计又要下大雨了 一会儿到了下班时间 店里又要人满为患 都是没带伞来躲雨的 小白 我出去一趟 你看这店 嗯 好 就是小白 那一急 你们有点 我去看一下 我说要你 这么大雨啊 你不知道还戴伞了没 谁都不肯 放不下风蜜 大雨 戴伞了没 说那次相应那次分离 别加班了 回来帮鸡汤 这样干吗 哪里 好鸡汤 我都快被淋上落汤积了 好鸡汤 初礼 你怎么还没走 下这么大雨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车站和地铁站 完全就是两个方向 你快自己回去吧 可是 别可是 再可是公交车都没有了 快走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初礼 江老师 这么大雨你就往外冲啊 你不法着凉啊 不是 我不是想着 离地铁站也进 跑过去很快嘛 江老师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当然是来接你的 走吧 我送你回家 谢谢江老师 走 这丑猴子不会已经走了吧 江雨晨 好巧啊 幸好碰到你们啊 我伞都没带 巧吗 这附近不就是圆月秀吗 是 我去你附近那个书店拿书嘛 那你拿的书呢 没拿到啊 那我可得问问小白 怎么没把书准备好了 我现在还没来得及去 你来的不就是书店的方向吗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假扮 你不会是特意来接处理的吧 这 这水都下到你脑子里去了呀 我来接人 我不带伞啊 我傻呀 我看你也没这么临装 我 我跑不快嘛 是 顺着书店的方向来 又没有带书呢 该不会是 鬼鬼祟祟的 在我房门口干什么 是吗 那个 我房间的吹风机坏了 想为你借一下你的 好 等一下 还愣着干吗呀 还要我教你怎么用吹风机 不用 那 那 那我先回房间了 等一下 吹风机不用还我了 用什么坏什么 也不知道你办法 还是怎么把你逮大的 晚安 你 是不是喜欢我呀 晚安 你 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呀 在我心里就没打你 当成个女人 那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 难不成你还想说 我在你心里和二狗一样 对呀 你在我心里就是跟二狗 没什么区别 你出来干吗 你看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幸好我反应够怪 我在他心里就是二狗嘛 二狗会帮他打扫卫生做饭 还会帮他看稿 我在想什么 竟然还觉得他喜欢我 我脑子一定是被雨淋湿进水了 算了 别理我 走 走 走 就 чтобы 停了 а 他们在路上 还在 jemand害怕把架帮过吗 我也需要 那夫妻家 什么东西最 Colombian 也不知道帮忙领一下 姜老师 姜宇成 怎么又是你啊 你是不是在我身上中 定位器了你 阴魂不散 说我阴魂不散 你让人家小姑娘 拿这么多东西 你是不是要浅导一下 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 比如疾虑之类的 笑我什么 这是我的东西 对了 记得那个 原来是你的东西啊 我还以为 瞬间处理的东西呢 的确是我的 他的就是我的 他也是我的 我的编辑 你还知道他是你的编辑 不是你的佣人 关你什么事啊 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么对待我 正在追求的人 追求的人 追到了再说吧 走了 姜老师 那我先走了 你们家是没饭吃啊 要爬来我们家蹭饭 如果不是初礼邀请我来 我还真不愿意到你家来 那感情好 大门就在那儿 慢走不送 送什么送 姜老师是我请来的客人 这儿是我家 对 这是你家 我就只是你家的宠物罢了 根本不配请客吃饭 我没 我没说过这种话 你惹到他了 求你这智商 惹到你也不知道 挂什么呗 这儿的 这儿是你家的 贾老师 互动文化节 真的谢谢你了 你帮我写开头 不客气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啊 这些都是我做的 你多吃点 好 这你的 是吗 我就要搞的 你这还有 Low 你看我干嘛 我没说错呀 凭什么她的就是 豪华早餐 我的这个就是 乞丐配制 乞丐吃的要是这么好 她就不叫乞丐了 小老师 这里太吵了 不如我请你出去吃吧 可以啊 喂 喂 你们想干吗 我知道了 你们是想撇下我去吃毒食 老师 桌上这些菜 现在都是你的了 做人不要太不知足 今天心情怎么样了 挺好的 那个昼川 没惹你生气 你心情不好啊 没有啊 看来你也不把我当朋友喽 没有 没有 菅老师 好吧 我今天心情的确不太好 周川那 周川竟然说在他心里 我和二狗没什么区别 这倒是像他说的话啊 对吧 那十个人听到这句话 心里都会不舒服的 我可真是为难哪 作为你的朋友吧 这个时候我应该开导你 可是作为一个追求你的男人 我如果这时候 要说另外一个男人的好 会不会有点不太敬业啊 江老师 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我看着像那么不认真的吗 是非常不认真 我觉得吧 如果周川的话 让你觉得不高兴的话 我劝你 就直接跟他说 不然像他这种单细胞的生物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他自己说错话了 他也不算是说错话了吧 我也不能规定 我自己在他心里 必须是什么位置 看你这意思 如果我要是不知道 你喜欢的是狐狸君啊 我都觉得 你喜欢的是周川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 总算是有点 黄泉珂站的样子了 好 人呢 你喜欢的 道也没有 他没做错什么 只是我觉得寄人篱下 还是得有自知之明 喂 你在哪儿 我现在离开来找你 臭猴子 我说你知不知道 你不会已经堕落到 要找情敌之间情感去了吧 谁认为情敌啊 我就是看不到他对我那态度 我又没招惩惹他 这身哪能气 你觉得呢 他早上说 我把他当宠物 该不会是因为我说 他和二狗 没什么两样吗 不是 那就是个你人的比喻 你应该很明白吧 那可是二狗啊 那就是除了我妈 你 二狗那就是我的第三顺位 最重要的存在 你要慢慢猜吧 你到底知不知道 把你车借我 你自己不是有车 要我车干吗 今天晚上呢 我准备开你的车 去接处理下班 你不准跟来 没问题吧 有问题 你到底想不想知道答案 好 江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这不是周川老师的车吗 对啊 我要带你去采风 顺便做个实验 关于大结局的 走吧 上车 总共有多长时间 三十分钟 江老师 这是什么实验啊 大结局有一段逃跑的戏 我想看看 男主角带着女朋友 开马力大一点的 起车 在不违反任何交通规则的情况下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结果呢 太慢了 慢了整整十分钟 这样的话 男主角必然被抓住 看来我得换个思路戏 你真是可惜了 白白浪费你不少脑细胞 但是我可以和你一起兜风啊 还可以在江边 看着漫天的晚霞 好美啊 好美啊 江老师 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啊 我就是觉得 跟你在一起挺放松的 那你和谁在一起比较紧张 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了 我还要回去加班呢 你还要回去加班 那我耽误你这么久 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没关系啦 你只要安心地写大结局 不要脱稿就行了 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拐走我的人不说 这次连车都不放过 喊什么喊 不都是你闹的呀 因为那个状况 你真是想办法 你的荷花 辞给你的荷花 回屋睡去 所有星星换黎明 我正在原地 落合神树的投稿 坐着 你身后的鬼 被你唤醒了的宁静 忘了恐惧 遥忘了曾在屋顶 找不着 再成了两个倔强的身影 现在这些小孩儿啊 启明的雷子人不尝语 这么厚一打 那就这边儿的名字 用未拥抱光明 太幸福的心 是不是和蜻蜓 最好找个角落 暂停光影 等待天使的你 这梦里 哦 这梦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回房了 你快带二狗去睡觉吧 我没把你当成二狗 见过我大半夜给二狗盖杯子吗 见过我等他等到半夜三年吗 因为二狗比你乖多了 至少知道不会这么晚回家 我睡觉觉 是不是和蜻蜓 最好抄开角落 暂停光阴等待 天使的你 我爱你 我来了 今天投稿的情况出来了 老师 你要不要猜猜您的战绩如何 不用猜 还没有悬念 总共有一百零五封 一百零五封 很多吗 袁月社果然是老吴总社了呀 不许你攻击袁月社 姜与陈多长呀 是不是排在我后面 所以 投稿的排名到底是没 姜与陈是不是差我很多 规定了只有作者本人 可以知道投稿书 别人是不能知道的 我也算别人 尤其是一些 居心叵测的人 现在我是别人了 当初是谁 长着要做我的责编 大家都是自己人的 你可别忘了 我虽然是落合神书的责编 但我也是姜老师 萧氏的游乐园的责编 所以 姜与陈的投稿量 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把你的新小说 千里远远是的话 我可以考虑以后心里眼里 只有你一个人 小姑娘套路挺深啊 那你告诉我 有没有作者的投稿量 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啊 我说 老师 既然你这么关心同行 要不要考虑 给一些回稿质量差的作者 写一下后续 谁啊 你先说你答不答应嘛 我骤川 怎么可能给别人当抢手啊 走走走 别打扰我 以为不告诉我就套不出来 我骤川 最近工作怎么样 忙过 我看你们那个 读者作者互动 还挺有趣的 听说投稿开放日快结束了 你说 我要是投稿 能选得上博 不会有很多人竞争吧 快给透露透露内部情报 反正我也不是圈内的 往哪儿说去 这是中卧哪儿门子写门了 怎么都在找我八卦这个 你想给哪个作者投啊 几个作者的后续看着都能写 你觉得我给哪个写好 我有选择困难症 太好了 那就给索恒的开头写一下虚文吧 直接发我就行 其实我见过他另一个更好的开头 如果当初 不说了 能不能尽快写完发我 原来是索恒啊 负责的编辑不负责 不负责的编辑下丑什么东西 好朋友两肋插刀 帮你了 老师 你帮忙摆一下碗筷 嗯 你还没告诉我投稿情况呢 我赌骤穿的投稿量最高 是不是 瞧这眼神 温柔的都能掐出水来 股白纸啊 我才看到消息 你要回国了呀 你还没回国就惦记我的新书啊 行了行了行了 黄泉客栈的事等你回国再说啊 挂了 初老师 晚饭做完了呀 行了行了行了 黄泉客栈的事等你回国再说啊 干嘛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周川老师写的 也真的不是 我用我胖二十斤而发誓 绝对不是他写的 我问过他 他一口就回绝我了 那也太奇怪了吧 有什么好奇怪的 文风向的作者多了去了 不是的 初黎 周川老师从出道的第一本书 我就开始关注他了 他的每一本书 我都会来来回 看十遍以上那种的 我就发现周川老师 他写书是有特点的 你看 在这种大情节段之间 他都会用五个省略号 结尾的时候 他也会用五个省略号 然后再写一个丸 你看 这本也是一样的 你看 你再看那个 是不是一样的 怎么可能 你偶尚去看多了吧 一样的 周川成名后 狐狸精彩开始的 更加分辨 不会吧 怎么办 如果周川老师真的是狐狸君 我每一天都在吐槽他 一口一个细筋的 不对呀 如果周川老师真的是狐狸君的话 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弄死我才对 怎么可能让我白吃白喝 还免房租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如果周川老师不是狐狸君的话 你们俩哪来的深刻情义 能让他牺牲几百万的房子给你住 但是我 我也给他打扫卫生 做饭遛狗了 可是这种事情 谁不能帮他做 不行不行 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才对 如果周川老师和狐狸君都是同一个人 那我岂不是被同一个人的两个号耍得团团转 不行 把个消息炸他一下 我来 我在门口崴了脚 不知道有没有骨折 快给我开门 走个路还能把脚给崴了 真是给他跪了 咱们 你穿在眼睛 你穿个眼睛 脚上的鞋太脏了 也不知道洗洗啊 应该没被发现吧 不 了不起啊 天天这么晚回来 二个晚没人溜 我给你地方住 鱼瑶给你加班费嘛 哪边比较重要 心里没点数啊 缺心眼 对对对 我就是不知好歹缺心眼 毕竟当初你劝我 别进出版行业 先活着在实现梦想的时候 我不也没听你呢 对啊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呀 走 这是狐狸君说过的吗 它是狐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